我們現在離開泰蘭舊站 那待會呢也是會這個道正義序 我們馬上就要經過的是大安溪鐵橋 其實這個大安溪橋呢 是位在這個大安溪上面 那它跟這個漁塵坪橋 還有內涉川橋一樣 不論是日據時代或者是光復之後 為這個鐵道 我們當時的鐵道台鐵 或者是中央單位拍攝非常多的宣傳照 這都是重要的標的物之一 那大安溪呢跟這個火焰山 是我們台灣 整個台灣氣候最明顯的分界線 所以大家常常經過三億 或是經過大安溪 就會感受到北部比較陰冷 或者是比較有濃霧 那南部是比較溫暖的喔 就是在三億的火焰山跟大安溪 唯一一個分界線喔 好有沒有感覺到這個聲音 火車經過的聲音不太一樣喔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我們的平地上 或者是在鐵橋上 不同的橋也有不同的聲音喔 好那我的波音就到這邊告一個小小的段落 讓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經過鐵橋跟隧道的感覺喔 那我們就還是把時間交給各位囉 phenomenal 快點 哲學眼的風格 然後從此人們交給他們 那前面的風格 會不會輸出門的嗎 我們還是把時間交給大家 召喚帶給他們 也是iktok 這麼快的 我們還是把時間交給大家 我們還是把時間交給大家 你們把時間交給大家 那邊更換 你看 我們還是把時間交給你們 所以現在可以 去到… 我們新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